有些人发财了 赚了很多钱 他可能觉得是他自己的能力赚的 其实如果你仔细想想 我们大部分人赚的钱都不是因为能力 可能能力赚10% 真正主要我们赚钱的原因 还是因为我们蹭上了这个时代的红利 比如那天跟一个网友讲话 他说他过去8年做这个代购 赚了40万块钱 但现在市场变了 没这个生意了 比如我 我过去的几年 通这个房地产销售赚了一些钱 那也不是因为我的能力 也是因为那段时间市场好 然后国内人也钱多 大家都到美国来投资房地产 那同样国内有好多朋友赚了钱 也是因为市场 国内过去10年20年一直在飞速的发展 那这些人在国内的朋友也都赚到了钱 也是因为红利 所以如果想赚很多钱 必须要抓住时代的脚步 抓住红利机会 小红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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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 钢树 突进去 可是钢树 钢树 钢树 钢树